其實當影片一流出來以後 我不瞞您說他是我先生 他在家哭了一晚 因為他不知道他那麼努力做了這麼多事情 為什麼最後變成這樣子一個扭曲的事件 我的小孩這三天沒有把他上課 我禮拜天的晚上開始 我家開始出現所有很多無名的電話一直撥電話進來 可是我的小孩需要睡覺啊 所以我把電話線拔掉並不是不接受採訪 我的孩子還很小 我其實會非常擔心他的 那我的所有的工生 幾乎就是在現場的時候那幾個比較重要的人幾乎都被肉搜 就不要說我跟我先生兩個人的手機號碼 也是無限的一直有人用未顯示台電瘋狂的打 那我們的這位宋小姐 甚至有人也是打電話給他 只是他沒有追到工作的場所去了 這真的對於我們工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為什麼我會出來說提告我並不是要針對網友 而是這位未經我們拍攝影片的這位先生 在這樣子的一個行為裡面 他已經造成我們很大的傷害 在這樣子的一個行為裡面 跟音樂說明 剛剛說明很難口 但是記者不評 也許很難過 那些晏れ 提告 這其實不是很難的 我們是最難的 就是那種訊號 就是 都能做一下 很難的 一人 谢谢大家